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到了逢星期四的K2搜寻节目时间 我是北永妍 最近相信大家都看了很多关于两会的新闻 不知道有没有哪些画面或国策 令到你最印象深刻? 对我来说有一个消息我感到很振奋 就是听到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 他在两会说要我国振兴三大球 即是足球、蓝球和排球 高局长说我们国家的三大球 特别是男子项目 它的发展未能尽于人意 男子足球的水平更是一路下滑 足球业里甚至出现了很多乱象 所以国家将会坚决打击 和严惩一些体育领域的贪腐问题 特别是要处理中国男子足球积药多年的深层次矛盾 誓要赔击人才振兴三大球 为什么我说听到高局长这样说很振奋呢? 就因为我们看了这么多年的世界杯 总是觉得撑了些东西 就是没有了我们的国家队 我们国家是运动强国 由奥运的佳积可以看到 即使是东奥 我们都已经后来居上在很多项目追评 甚至是超越了欧洲的国家 连一些一向由西方人垄断的运动 比如网球、哥尔夫球、剑击、游水、田径等等 都开始有我们中国人的身影 但是为什么在足球的领域上 我们还是一决不振的呢? 你看南韩和日本 每次在世界杯都表现出色 同样是亚洲人 为什么我们这个体育强国 足球就弱得这么紧要呢? 如果你说中国人的DNA不适合踢球 就更加不可能了 因为其实我们中国 曾经出现过一个 跟比利齐名的球王 没错是跟比利齐名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他的故事 这个中国一代球王叫做李慧堂 跟巴西球王比利 曾经并列为世界五大球王 1976年8月13日 联邦德国环球足球杂志 搞了世界球王评选活动 巴西的比利 英国的马修斯 阿根廷的迪斯提芬奴 匈牙利的普斯卡斯 和中国的李慧堂 并列世界五大球王 据统计 李慧堂一生在他的正规比赛里面 射入的球有1860个 这个中国球王 还做过亚洲足球联合会秘书长 国际足联的副主席 他由1920年开始 四次代表中国队 参加远东运动会 四次都拿冠军 李慧堂以他的脚法利害文明 他的脚法到底 到底在犀利到什么地步 由一件命案就可以证明了 1929年 李慧堂代表中国 去参加远东一个 不是很出名的比赛 踢踢下球的时候 有个越南的男球迷 冲了入球场 拿着一支棍 不断帮李慧堂的后脑 李慧堂出于智慧 转身一脚 一脚踢中了越南球迷的下巴 送到医院之后 这个球迷就不幸身亡 由于当时全场人都看着李慧堂出于智慧 所以他无需负上刑事的责任 但这一脚踢死人的故事 就成为了球圈广位流传的神话 另外在1931年 李慧堂有一次比赛 他在10米外射门 对方有个球员用顶头锤挡球 结果被球拼匀了 足足躺在医院半个月才醒醒 这两件事充分说明了 李慧堂的脚法不单准 还很狠 还有很有力量 外国的球王很多都是出身贫苦 但李慧堂就刚刚相反 这个中国球王原来是香港人 他在1905年出生于香港 銅鑼湾大坑村一个富商的家 爸爸李浩愚是著名的建筑商 他们是客家人 当年大坑村也是客家人的聚居地 6岁的时候 李慧堂就被父母送到 我们国家的足球之乡 也是他们家乡 广东的梅州读书 家人请了个秀才教他中国文化 在这里李慧堂接触了足球 也深深地爱上这一行运动 12岁那年 父母又将李慧堂接回香港 并在黄隐书院读书 接受英式教育 李爸爸说明不喜欢李慧堂踢球 因为他希望这个儿子继承父业 不过李慧堂对家族生意 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志向就是足球 李慧堂就读在黄隐书院时 香港的华人足球就刚刚兴起 李慧堂自学球技 在放学的路上 一路盘球一路赶路 还将门口的九孔当成龙门 一日夜夜地练 足球踢坏了 他就扎个车子来踢 只要是能够踢的东西 李慧堂都可以射入九孔 正正是这份特殊的经历 连就了他的刁钻 厉害的射门 所以后来就有球怪之称 1921年香港华人创办了南华体育会 举办少年的夏令营杯足球赛 而李慧堂就报名参加 他代表大坑村童子军足球队比赛 在赛事里面 南华会的足球部负责人 就发现他球技突出 于是选他加入了南华会足球阅队 当年的李慧堂只有16岁 1922年南华队几位老长退役 李慧堂就被选入甲队做左前锋参加联赛 从此就开展了他辞请球场25年的故事 16岁就加入了南华足球队 李慧堂展现了他的天赋和技术 令到他很快就成为球队里面的领军人物 他身高1米82 有速度、有对抗、左右开工、射术、力量、盘带 都远超同期的球员 很快就在香港闯出名堂 帮助南华会成为一个 奪得联赛冠军的华人队伍 也成为了球迷眼中的少年天才 他优秀的表现也打动了他爸爸 爸爸从此也成为他的铁杆球迷 不再反对他踢球了 1923年5月第六届远东运动会 在日本大阪举行 18岁的李慧堂代表国家队参赛 日本作为东道主以为一定是胜券在握 谁知中国队在李慧堂的带领下 一路披荆斩击连赢四场 最后以5比1大胜日本强势奪冠军 之后连续四届远东运动会 李慧堂带领的中国队都取冠军 直到1934年 日本是要将魏满洲都列入参赛队伍 中国才宣布退出这行赛事 同样是1923年 李慧堂的南华会受邀到澳洲参加比赛 但比赛开打之前 当地报章刊出一份 极不尊重中国球员的漫画 漫画里的中国人是梭着边弯着腰 拖着背的病夫 李慧堂和队友就好气愤 他们誓要在赛场上赢回尊严 当年南华队在澳洲的征战 维持差不多5个月 足迹遍及澳洲5个省 入场观战人数达到30万人次 而南华队的表现亦轟动了整个澳洲 中国球员的踢法更令澳洲人大开眼界 当地媒体后来盛赞中国足球队致勇相传 改变了他们对中国人错误的看法 而南华队的表现亦令世人尊重 澳洲方面亦颁受了一些特别的勋章给球员 南华会更加在这次越洋的挑战中 获得了珍贵的实践经验 使得南华会在1923至1924的足球年度 取得了由洋人一直垄断的甲组联赛冠军 开创了华人足球的历史记录 澳洲之旅李慧堂以正选出赛 他入了32个球 占了中国全队63个入球内的一半数 奠定了他在球坛的球王地位 1925年李慧堂带了妻子 由香港到上海发展 加入了上海的洛华足球队 为了维持生计 李慧堂在一家保险公司做兼职 因为那时的足球环境和今天完全不同 球员没有固定的工资 也没有奖金 更加没有代言人的收入 连比赛的三和一系列的开支 基本上都要自己出 虽然李慧堂有着显黑的家族背景 但他的足球人生里面 几乎从来没有问爸爸拿过一毫子 在上海的五年 是李慧堂的巅峰时期 当时来自世界各国的球队 在上海球坛那里横行 他们所踢的西乱赛事 更是拒绝被华人球队参加 当时只有一个屎巧特杯的赛 可以被华人参加 但从来没有试过有一队华人赢过 1926年 李慧堂率领他的洛华球队参加这个屎巧特杯 杀入了决赛 最后更加以4比1大胜 连续九年冠的英国队 成为上海第一支击败外国球队的华人队伍 之后那几年 西联赛事对华人球队也开放了 李慧堂更加和队友 赢上海球团所有的重要冠军 包括西联赛事 中联赛事 高级杯赛事等等 在上海掀起了足球的巨峰 当时更加有一句信口流 叫做看戏要看梅兰坊 看球要看李慧堂 这句说话也由上海传遍了全中国 1936年 柏林奥运会国民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 亦是华人足球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李慧堂做队长 这支球队很厉害 有个球员后来在抗日战争里做了飞行员 在抗战里面壮烈殉国 还有一个球员叫谭江柏 他爱好叫童头 就是著名歌手谭永伦的爸爸 后来他也参加了抗日战争 这队奥运足球代表队 国民政府说就叫他们参加 但没有给他们任何的经费 于是队员就决定提前两个月出发 一路靠四处去打球 拿他入场费的收入 来支付他们的路费和参赛的费用 沿途他们一共打了27场比赛 拿了23胜4平的骄人战绩 但因为周居劳顿 再加上之前消耗太多的体力 去到奥运会第一轮 就跟英国打结果以2比0 输了被淘汰出局 1941年香港淪陷汪正慧的魏政权 邀请李慧堂去南京参加表演赛 李慧堂断然拒绝 不肯向侵略者低头 日本军当然要下令追杀李慧堂 李慧堂立即装扮成船员 带家人离开上海 经澳门绕渡广西 回到家后 李慧堂在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 写着 《认认真真抗战》 《徐徐扁扁过年》 之后他更加早了队建航足球队 去到南宁、马来生亚等地方 打了200多场抗日2赛 囚集资金去救济战争的孤儿和难民 1947年的一场比赛里 李慧堂射出的佛球被门将撲出 之后李慧堂宣布退役 他除了做教练 在1948年 更加成为国内第一位国际级裁判 1954年 更获选为亚洲足球联合会的比书长 1965年 担任国际足联的副主席 是华人在国际足球坛上最高的职位 1979年的7月 李慧堂在家里离世 享年74岁 除了在赛场上竞技 李慧堂更是一个足球私人 他写的书包括 《球袍赛根杂》 《足球经》 《足球技术》 《足球规律传释》 《足球规律传释》 李慧堂的人生从来没跌过没低头过 我们中国的球王有风度有风雅更加有风骨 他的足球人生除了踢球 更加是不断为中华民族洗擦东亚病夫的耻辱 看看现在的中国足球队 似乎找不到他们前辈半分的辉煌影子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希望我们国家的体育部可以好好地检讨一下 然后再为我们中国足球事业重建辉煌 好了 今天节目时间有够 下星期我会继续在K2搜寻 跟大家讲故事 拜拜